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面 有一个粉丝有留言 那这个留言你也有看到 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就是我们来分享 这个粉丝的留言 有件事一直没有人讲到 希望版主可以注意到我的留言 这几年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疫情等因素 台湾的科技业爆赚实际材 先生和我都是交作业大学毕业 园区工程师住在主北 同学学长姐学弟妹 主管同事邻居们 几乎都是科技业 清楚看到大家年薪暴涨 台湾的科技业是实实在在赚了很多钱 这些钱除了股债房真的没有什么好去处 因为80%的40岁以上的科技圈 有买过股票的人都有在股票赔过钱的经验 所以养成习惯我们不会把所有钱都压在股市 债券又涨太慢 不能配置太多 买房几乎是大家的必选项 在豪宅现代令实施前 大家的习惯都是由小换大 大到几平 各平本市 没有限制 市场正常交易 4000万的豪宅现代政策推出后 大家的换房上限被卡住了 大坪数交易量大减 一方面是因为手上没有那么大部位的现金 括号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有一两千的在股债里 但只有100定存当中转金 毕竟利率太低 第二个方面是洗手 10年前买在精华地段的90平 括号 房子70几平加两瓶车 才2000多 若换房 现在这间要被抽中税 新房又只能带4成 需要压进去很多现金 若要换4000以内 括号约五六十平 变成越住越小也不习惯 而且10年的房子也不算旧 所以大家就变成继续住不换屋 收到分红就投资买两房三房 无形中大部位的资金 因为豪宅现代政策 钱都被赶进了小坪树 变成有钱人也跟年轻小资组在抢房 括号 不然钱这么多要放哪里 治理经济 括号 控制金流的流向 应该要施法治理黄河 括号 控制水流的流向 当雨季水量暴涨时 应该多开河道 引导水流向多方 大家雨入均沾 而不是一直足提防度 把所有的水往一个河道集中 这个河道的水位被迫越涨越高 最后形成大洪水 危害众生 今年第一季回流资金高达2.1兆 今年8月回流资金 不能进房地产的限制 第一梯即将开放减进 眼看又有大资金即将流入 有房一族自然开心 可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年轻人 小资族买不起房 久了之后 社会不会出问题吗 历朝历代的动乱 哪个不是因为越来越多人 连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 只好揭竿起意 政府政策无心中 在帮忙把所有钱往小平树赶 导致世代剥夺 加大贫富差距 真的是堆高房价的帮凶 希望贵频道可以多多提此币 放开限制 让有钱人的钱去买大平树 小平树留给年轻人 才是比较健康的 我觉得粉丝啊 他讲话很有条理 而且讲的蛮有道理的 他的这个比喻的确是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人家有读书啊 对 那读书人学历高 对不对 工作又好 你看那篇文章打得顺畅 而且又有重点 像我们这种书没有读好的 就只能靠这样子嘴巴乱讲 没错 像我们这样的书读不好的 讲起来就没有他那么有条理 对不对 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的确是 这个关系到 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到 就是说 现在你去限制这个豪宅 你让资金全部往这个中小平树跑 好吗 那你刚刚讲的这些 他也是好好读书 然后他在好的公司工作 那对啊 你书读的好 你能力强 你当然在好的公司上班 那你在好的公司上班 你薪资一定比我好 不是这样子吗 难道是我成绩比较差 然后我去差的公司上班 但是我的薪资会赚的比你高 可能也有啦 做诈骗吧 只是说以常态来看 他的薪资收入真的是会比较高 那当他的薪资收入高 那他的同事们 朋友们 不是都是一样这样子的人吗 没错 那他要把资金存放在一个 不要被通膨吃掉的地方 他有讲嘛 股市他可能就比较保守一点点 那存银行 以他们这种聪明才智来讲 会觉得存银行感觉笨笨的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资产放在一个 他是可以至少抗通膨的一个地方 那他流入房地产的话 那你今天让一些豪宅 让他的钱进不去 那他的钱当然也只能进去中小平数 每个人的第一件事 应是先求把自己保护好 我先把自己保护好以后 我再来去担心整个社会的问题 你不会连自己都顾不好 然后你担心社会问题吗 我现在要先担心 就是其他年轻人买不买得起房 不是 我先把我自己担心好 那有些东西是 的确是期待政府去改变的 那所以那他们的资金流入中小平数的房子 有错吗 没有错 你说以他这样的收入的 他会急着要卖你吗 也没有 他买了就放着了 对不对 但是他也有讲到像这样的状况 的确不好 对 其实我们讲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之前就有聊过了 好像基本上有将近一个月都在聊 贫富差距这件事情 那就讲到了 以过往的历史来看 哪一次革命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哪一次暴动不是这样 对啊 的确是啊 越有钱其实越怕 好好的 那革命干嘛 好好的就要杀起来了 但是问题是 也许是我们好好的 他们没有好好的 没错 是不是政府可以调整改善一下 让可能不管是房地产业 是不是各个产业 是不是都能够赚到钱 这个的确很难 政府要伤脑筋 那但我相信也有人会讲说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钱 投入到房地产内呢 不要讲别人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钱 我一定是想要放在 他也许可以抗通膨 而且我觉得比较不会赔的地方 而且是我自己比较有把握的 我上班时间这么长 请问一下 你要我怎么每天看股市 在那边上上下下 那哪有办法 我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我觉得这个不能去怪 有人想要保护好自己财产 这件事情吧 没错 这个跟你会不会赚钱 跟你有没有钱 无关 你今天会因为你没有钱 你就不保护你自己的财产吗 不会吧 你不能说今天他今天赚的多 他保护他自己的财产 他就有错 他就有错 也不是嘛 对不对 那房价卖得高 那他买了 那他也没有要卖你 他也只是先留着 对不对 那如果要缴税 那他就乖乖缴税 那请问他到底哪里有错 那个房子就一定要丢出来给你买 是不是吗 好那真的把他丢出来给你买了 你又说不行了 这样还是太贵 那你要那个价格 一定是你买得下去的价格 才叫正义的话 那可能不是这样 左右为难 对 但我也没有说要拴哪一边 但我意思说这样子的期待 你如果说要去怪我们刚才留言的这个网友的话 好像又不太对 那事实上他在做的事情 是我们都会做的事情 当你有钱 当你跟他一样的时候 你会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没有资格多批评什么 对不对 更何况我觉得他在分享的内容 事实上其实是算是很中立的 他还有提到一些有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他也觉得是应该要改善 要改善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这些能够掌控体制的人 该去烦恼的事情 当我们只是在体制内的时候 你很难改变 你只能顺着体制走 我们就在投票的时候 希望这个体制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但是问题是平常生活再怎么样讲 我就是体制内的人 我平常顾好我自己的生活 我就必须要照着这个 我今天打的是篮球比赛 我就必须得照着篮球规则 对啦 对不对 当你把篮球规则改成足球规则了以后 那再说嘛 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会走足球规则了嘛 对不对 什么规则我就会照什么规则 对 所以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 但我觉得他的这些话 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想一想的 一直这样下去 贫富一直差距 一直越拉越大 真的对台湾社会是好的吗 真的不好 但是我又有想到一点 因为他不是说因为豪宅现代令的关系吗 对 所以他把钱都导向了中小坪数 对 因为贷款嘛 嗯 他说可以用的现金的部位没有这么多 对 这个我会想到我们之前有聊过 豪宅现代令这件事情 嗯 因为这东西他真的很伤脑筋 就像刚才讲的 这是在管理体制的人 应该要去烦恼的 嗯 因为豪宅现代令一旦不限了 那又建商又无限上纲 对 但是我们换个方式来讲哦 你司法人要买豪宅 你就让司法人去买豪宅 对啦 对啦 这种大笔的资金 你就让他去买豪宅 你不要让一些这样子 这种游动的一些这种 投资型的大笔金额 嗯 进入我们一般自助的 小坪数的市场嘛 而且心里真的会惊惊 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灌了 对对对 你就要么去商用 要么去豪宅 嗯 对吧 就是对于司法人的限制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调整一下啦 当然没有错 你刚才讲的的确 就是会有两面 那可能豪宅市场的这个炒作 当然没有错 我们之前讲过嘛 就让有钱人去玩豪宅市场嘛 对不对 但其实也不要说完完全全 豪宅市场不会带动收购市场 嗯 因为价格提上去 还是或多或少 在单价上会是去带动的 嗯 的确在这个炒作跟控制 这个有时候真的不好掌握 嗯 但是我觉得政府再多 伤脑筋在这一个区块 是有必要的 没错 那也谢谢这个网友的分享 真的是谢谢 嗯 OK 好啦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法航老吉 拜 我跟你分享到这边咯 你看到这边咯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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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